很常听到社区再造主角多半是返乡或者在地青年 但是在偏远的台湾东北角 让社区华丽转身的是一群小学生 这是一个因童话重生的古老渔村 说像从前一直怪住在老妹海边 她的口头残渍我做不到 她有个能力可以用泡泡让东西漂浮起来 当全台湾都在聊地方创生创生经济 又或者是在地创新 远在天涯北端近看又像在咫尺的老妹 这个与世无争的村落 其实早也不自觉地悄悄加入赛局 只是没想到跟大人们一起比的是群十岁孩子 其实小朋友在社经济小经历 要写故事的角色的特色 跟他们的性格特色 其实是小朋友自己决定的 那他们最常写的就是 把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经验都放进来 对老妹人来说 生活的经验是纯天来了石槽汇率 强劲的海风不是冬季限定 而是一年四季 所以石槽跟风 甚至是家家户户 妈妈们都会煮的古早味石花洞 变成卡通 化成玩偶 说成故事 更因为推手 这一推 让创作甜美了创生的第一个梦 他这种协助学校的方式 是我看过最特别的一种方式 其实偏乡最大的问题 跟偏乡学校最大的问题 就是学生越来越少 那学生会越来越少 就是偏乡的社区 它的发展越来越没落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问题的增结 他们做这些东西 第一个绿石槽 就是老梅这边的特殊的景观 那么石花洞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所以就是我们也会有 家长专门制作石花洞 来做饭售 这一种生在东北角海底的红枣 手煮又冷却后的金银 台湾人叫它石花洞 日本则冲寒天 或者还有个更眉的名叫海燕窝 这个在绿石槽外面 左边方向我们要潜水下去采收的 它就是那个农历的二三月 它就会长出来 从山海采收上岸得等天晴 这名龙的做法是洗过十三遍 再晒十三天 从几何时 最满瑜伽城前空地的 是海螺 鱼竿贝壳 包罗外向应有尽有 但如今 好吧 就剩石花了 全日晒的石花 随着美晒一遍 收纳清洗再晒一遍 一次一次随着红鱼籽 吞成了米白 柴火慢煮 海鲜味才能散得无影无踪 这是在地人收藏运絮 近半辈子才脆出的智慧 做这些事情 让它了解我们 就是当地的传统产业也不错 算是很好的东西 从毫无人烟 默默无闻 直到假日人潮来了 企业支援的脚印才尽 偏让老社区的以退为进 乍看就像一杯石花冻影 也许是因成品单纯的绚丽 才让人不小心忘了 那些寒心喜晒 熬煮的过去 而创生的历程不也如此 有艰难 有苦涩 怎么会是轻而易举 当作是 是庄民部也在手边 再拆尾后也比较不湿润 比较不吸水 当然是防尸的作用在里面 当然所以一些 比较生的花也很爱放花 也一般花也不爱放花 我们在做这样的社区计划的时候 沟通是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一开始的确 大家会有点防御心态 也不知道你们是要来干嘛的 但后来经过很好的沟通 跟产出物之后 他们就理解到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对他们非常有帮助 行善不是给他鱼吃 而是教会他如何钓鱼 难得的是他们做到了 并且更精确来说 他们不只教人钓鱼 也教会孩子 如何能够热爱钓鱼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星宜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